哈囉大家好,我是巧克白 今天要介紹的這張地圖是源自一個非常有趣的抑制遊戲 叫做你索我推 原本的你索我推是一個類似倉庫番的抑制小遊戲 那玩家就是這個綠色番塊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去採 綠色圓形這個,只要採上去我們就過關了 那途中我們就會遇到一些困難 我們必須推推箱子,然後拿到鑰匙 再去解鎖,就可以過關了 那這個遊戲在1.14被實現了,而且神還原 今天我真的已經超級迫不及待要跟大家介紹了 來吧 好的,你竟然會看到一些告示牌 首先那個原作叫做Locked 就這樣,沒了 所以其實你索我推是我翻的啦 不好意思有點搓 因為我真的想不出更好的名字了 那點這個告示牌的話,就可以下載到原作喔 在這邊點了就可以了 那原作的那個靈感 就是原作是這個人,NikoThePro 那地圖是由這個製作的 嗯,好,來吧 這裡面稍微的介紹了10種關卡 然後它會由最基本一直到南 那我會慢慢跟大家說明這到底在發生什麼事 預備備,真的神還原喔 嘿 有沒有 有沒有,跟我們剛才玩的遊戲是不是一模一樣 我們是這個綠色方塊 然後用WSAD來控制左右和上下 有沒有 然後只要踩到那個綠色就過關了 嘿,有沒有 來,第二關 嘿 然後我們要吃到這個鑰匙 然後當我們靠近它的時候這個鎖頭會亮起來,它就是解鎖了 我們就可以進來 好了,前幾關都只是 呃...教學模式 黃色的鑰匙 然後打開拿紅色的鑰匙 再拿藍色的鑰匙 再拿黃色的鑰匙 這樣,再拿綠色的鑰匙 來,第四關 這裡好像只有十關吧 今天其實我玩了一下下而已 然後就迫不及待要錄影了 所以我並不是每一關都玩過喔 好,新的東西 這個藍色的方塊 深藍色方塊是它可以被推動 並且取代全黑的這個方塊 然後它會創造出鹿,像這樣 那一旦它創造出鹿之後它就變淺藍色 這樣的話它就不能再被推動了 這只是一條鹿而已 嘿,過關 很有趣吧 我們剛剛玩的是第四關沒錯吧 好,第五關是紅色方塊 紅色方塊上面有個鑰匙的圖案 是好像是會重置我們拿到的所有鑰匙 我們現在有一支鑰匙對不對 走過來 有沒有,就不能開了 因為經過紅色方塊 帶鑰匙的紅色方塊 它會把我們的那個 拿到的鑰匙全部重置掉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藍色方塊 可以取代它嗎? 不行嗎? 這樣,好了 拿這個鑰匙才能進來 好的,那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有純紅色方塊 純紅色方塊就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東西咯 就是幹嘛 哦 好,應該是這樣 然後 往上才對 應該是往上 然後拿這個 對不起,我剛才想了一下 拿紅色的鑰匙去開藍色的 拿藍色的鑰匙 然後這裡應該是要直接進去 推下來 哦,可以可以 小意思 目前還是小意思 最大的困難是它沒有指示燈 所以我不知道我剛才玩的是第幾關 應該是六吧 第七關 好,這個箭頭代表 譬如說 我現在的這個箭頭 這個箭頭它只能從尾巴被進入 然後它可以中途從別的方向離開沒關係 它唯一的限制就是只能從尾巴進入 所以其實這裡我是不能再繼續往右的 你看 因為 右邊的箭頭是只能允許從下面進入 這樣 好的好的,我來看一下哈 這關要幹嘛 應該是這樣吧 先拿個藍色的鑰匙 拿到 然後 這裡有一個紅色的鎖 所以我要去拿紅色鑰匙 從這裡進去是沒有辦法往上的喔 我想想哈 哦,在剛才那邊啦 我們要繞一大圈 從這裡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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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紅色的鑰匙 再離開 什麼,我們是不是要過關啦 好像是耶 好啦,如果你目前為止覺得有點簡單的話 請直接跳到這個時間軸 這個地圖作者真的蠻用心的 他有做了一個神秘模式 這個我玩過了,就是剛剛那一關 然後如果想要離開關卡的話就是按住左邊的Shift 按住 這樣就可以下來了 這個 第八關嗎 第八關有出現一個新的東西 寫個數字的方塊 代表這個方塊只能被踩兩次 比如說看 一次 兩次,它就變黑了 它就不能走了 好,我先重來 一次 兩次 然後 然後 再 推一個方塊 對吧 這樣 推它 拿鑰匙 再把它 欸,我們有紅色的鑰匙呀 欸,我有 我什麼時候有的 再把它推過去 補起來 OK 這第幾關啦 我真的會忘記我玩到第幾關耶 剛是9嗎 嘿 喔,不是 好的 我來看看 我們先溜達溜達 先把這個給打開 欸,我吃的不是綠色鑰匙嗎 喔,被清空了 這裡有一個清空圖案 好喔 好喔 一次 這裡只能走一次 我們就先溜達溜達就好 鑰匙在裡面 我要怎麼進去啊 要推這個方塊啦 該死的 我回不去了,對吧 好,重置 因為這裡斷掉了 既然往上走 鑰匙會被清空 我就不往上了 這裡應該是像這樣 然後把它推進來 這裡 然後一樣是走下面去把它填起來 這樣 然後我們先往上走 拿鑰匙 然後 往下把這個填回去 先開這個鎖 OK,我們可以進來了 再來就是再拿一隻綠色的鑰匙 綠色的鑰匙 我們走 這裡 這邊是什麼啊 喔,要補前面的洞洞 好的好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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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拿綠色鑰匙 然後又不能被清空是吧 我們要繞一圈 唉唷 唉唷 還好耶 已經第九關了耶 怎麼還讓我覺得還好啊 這是 好奇怪的關卡是吧 我來看一下 好,這是在原作裡面也有的 紅色的洞洞 會連到另外一個紅色洞洞 像這樣 嘿 我們就過來了 然後 嘿,就回來了 這個推過去 拿紅色鑰匙 然後這樣過來 解鎖 然後 往上推 去把這裡 的路創造出來 拿這個鑰匙 往上走 拿這個鑰匙 不,不會板喔 居然 居然 好,大家再忍耐一下 它這裡有一個有趣的模式 我想把這個全部走完 這個是 純紅色的方塊出現了 它跟剛才這個不一樣喔 紅色方塊的鑰匙圖案是 把鑰匙清空 純紅色方塊是 一切全部都會被清空 像這樣 我只要,譬如說我今天推過的東西 對不對 我走到紅色方塊 咻 就會完全被重置 整個關卡重置的概念 好的好的 喔,順此一提 我現在視角是不能動的 我現在動滑鼠 你看,視角會一直被固定在這個地方 藍色鑰匙 欸 看一下喔 先看一下它到底是怎麼 怎麼通的 隨機亂通嗎 好像是喔 隨機亂通耶 先拿個藍色鑰匙 拿個綠色鑰匙 拿個黃色鑰匙 欸,我回來了 所以 黃色 綠色 藍色 這裡都可以走 然後紅色方塊不能碰到 大家 所以應該是 我也只能往前推了對吧 啾 然後如果我現在按上 把藍色方塊去填掉那個的話 是沒有用的 填掉 那它還是紅色 所以 紅色方塊可以吃掉所有的方塊 我可以 這樣先拿這個吧 紅色鑰匙拿到了 喔,那我直接把它補過去就好了呀 然後 醬 醬 先拿紅色鑰匙 再開 居然過關了 不 還有沒有啊 好,這個叫隨機關卡 隨機關卡 它是 真的就是隨機的 跟技術性和抑制 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體驗一下就好了 我要過第一個鎖 必須要有黃色鑰匙 然後 要過第二個鎖 必須要有紅色鑰匙 可是現在場面上 沒有紅色鑰匙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類似隨機的概念 我必須一直去洗 洗到 我能過關為止 我們要洗洗看嗎 我洗了第二十次 好像有機會 黃色藍色紅色都出現了 所以這裡可以開 這裡可以開 沒有綠色 那可是 沒道理啊 我過來這裡 不是一定會被清空嗎 我一踩不就被清空了 我管我有什麼鑰匙 都會被清空啊 喔 所以這兩個鑰匙 是綠色的 我還要再洗 這兩個是綠色的為止 太扯了 這關卡 好像又有機會了 黃色 紅色 然後拿到藍色 進來 下面有沒有綠色 沒有 哇 它真的 的確跟它說的一樣 跟意志 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啦好啦 這個大家就自己去體會 我們離開了 這我沒耐心 這是最後一個關卡了 我看一下這是什麼 嗯 我現在似乎只能往下了 因為這些箭頭的關係 往下 過來 不管啦 先拿黃色鑰匙 欸 怎麼拿 先進來 然後紅色鑰匙不能拿 不然拿了紅色鑰匙再往右走的話 鑰匙就被清空了 所以先進來 喔 還可以往上嗎 看一下喔 如果我往上 這樣 這樣 那我可以把這個取代掉嗎 哎呀 可以耶 可是我出不去了 這樣 然後我拿一個鑰匙 糟糕 開始開了啦 那我要怎麼樣把一個藍色方塊 堵掉那個黑色的洞洞 我現在是過不去的喔 我現在按左是過不去的 我發現被藍色方塊蓋住的箭頭 就等於是失效 我現在是可以逆向回去的 所以要善用這個囉 我想想喔 我想想喔 這樣 我就重新進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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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 給填掉 欸成功了 然後搜尋一下紅色鑰匙在哪裡 有一個藍色我 呦先不拿先不拿 然後感覺會GG 這有個紅色洞洞 通去哪裡啊 我們看一下 然後呢 我必須再生一個藍色方塊 過來 喔有了在這裡 要找另外一個紅色洞洞 它可以再通一次 喔可以耶 你在這裡 這樣 我剛才有拿藍色鑰匙嗎 好像沒有對不對 先把它補滿再說 那我回得去嗎 不過回不去 喔回來了 藍色鑰匙藍色鑰匙 藍色鑰匙 藍色鑰匙在這裡 這樣 然後 開 拿到紅色鑰匙 我們過關了 好感人喔 這個只能踩一次 趕快進來 拿了一堆鑰匙 喔 等一下 那我最後拿那些鑰匙可以幹嘛 好像玩完了耶 然後最後這有一個神秘的模式 這個我有稍微點進來看過 可是 可是我搞不懂他要幹嘛 他進來的時候長這樣 這個我有稍微點進來看過 好像必須按照著他所設定好的順序來玩 不然就會一直被重置 比如說 有沒有 我拿了紅色鑰匙就會被重置了 他一定要我先拿黃色 然後中間會跑出一個 好像是作者的Skin的樣子吧 然後往前走 拿紅色 再拿綠色 我只試到這裡 接下來我就沒試了 因為 我只要做錯誤的事情 他就會把我重置掉 然後我覺得心情不太好 往上 上不去 往下 然後呢 我可以再過嗎 可以 然後 那 這個可以嗎 可以 那這個 可以嗎 啊被重置了 你看 必須按照著他所設定好的路線走才行 所以 我玩一下下 這關我就沒有再玩了 好的 那我說的那個酷炫模式 就是這個 嘿 這裡居然有一個編輯模式喔 這個是有六個欄位可以儲存 然後上面這個筆代表編輯 下面這個代表play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在編輯的情況下 這裡有一些方塊可以使用 然後 這裡也是 那編輯的場地在 在這裡 然後他有插告示牌跟你說 在玩的時候啊 視角是從這個方向 就到時候我們會這樣玩 這樣 就從這個視角 然後由上往下這樣玩 然後我們可以拿著 剛才他給我們的方塊 對場地進行編輯 然後你就可以拿來play 你可以給你朋友玩啊 或是自己來挑戰之類的 我想想喔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 好有 然後這些東西啊 千萬不能把它全部拿走 因為箱子不會被重置 所以盡量用中鍵去複製 比如說我想想喔 我不要這個鑰匙 然後過關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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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可以打開的喔 我可以把這個敲破 這樣 然後 這樣 場地可以進行你想要的擺設 像這樣 暫時先這樣就好好不好 我們先假設一下 然後過關點在 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按 這個 儲存 離開 然後按下面的play 居然 就可以 玩了 有沒有 這是我們剛才做的東西 真的超級酷的 嘿 過關了 有沒有 真的很酷吧 因為我真的太喜歡玩那個 你所我推 所以 看到這張地圖我真的發瘋 然後迫不及待跟你們分享 尤其是最後這個編輯模式 哇 如果你們有編輯出什麼厲害的 地圖吧什麼的 就把地圖寄給我吧 我真的很想要挑戰大家的關卡 好啦 今天的分享地圖就到這裡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下喜歡和訂閱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的任何一部新影片囉 如果喜歡這張地圖的話 也別忘了支持原作的作者 以及地圖的設計者喔 如果你看完影片 也對你所我推這個遊戲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找到原作連結 還有麥塊版的連結喔 我是小克白 我等著挑戰你們的關卡 我們下一張地圖再見囉 掰掰